年輕朋友及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網友 那我今天要講的這個幾步是從 我等一下講的比較多是戰略面 因為剛剛戰術面的東西 前面兩位已經給了很好的 overview 所以有一部分是 大部分會是講戰略面來看這個問題 那其實我們今天會辦 就沃草今天會辦這個研討會很重要一點 就是上禮拜的研討會 上禮拜中美辦了一場 但是那一場的研討會 媒體的報導並不明顯 那媒體對蘋果日報被攻擊這件事情的反應也沒有持續 也就是說就到一兩天就結束了 那官方也很冷淡的處理 淡化的處理 所以大概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就是說這個這樣的新聞大概只有一兩天兩三天就結束了 就很快的消費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應該更思考的是 為什麼其他的媒體以及官方對這件事件的反應是沒有很在意 或者說不敢很在意 特別是媒體也是不敢很在意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一個攝影的照片 攝影記者的照片就是 他拍的就是一群人圍一圈 然後面朝外 然後中間有一個人正在被 這個阿魯巴還是凌虐 中間有一個人被凌虐 那其他人都是圍一圈面朝外 假裝沒看到 我覺得大概現在的狀況有點結晶這樣 就是媒體不太敢爆 因為比如說爆了以後 我大幅的報導報導報導了三天 搞不好下個月怕我被攻擊 搞不好下個月怕我被攻擊 有這種想法 這個心態跟圍一圈的人 面朝外的人 其實心態是一模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剛剛有一位先進拿了一篇他的英文的paper 就是China's influence on Taiwan's media 那我剛剛跟他聊了一下 就是其實現在因為媒體 比如說電視媒體因為製作偶像劇 想要賣到中國 所以不得不低頭 不能 他怎麼低頭呢 就是他還是罵可是要設限一下 自我設限一下 有一些事情不要罵 比如說法輪功不要罵 然後中國內部的貪腐不要爆 這種太敏感的不要爆 其他的我罵一下OK 但是有一些會自我設限 那我是 我自己覺得我是有對媒體的報導是敏感的 那目前我看起來是對中天覺得 跟這樣掃一遍中天最不太一樣 其他都差不多 可是 剛剛那位先進比我更敏感 因為他觀察的更細 所以他知道 為什麼有一些新聞他不爆 這些都不爆 所以他這樣講我大概就了解 我以後就會更敏感 我就會更敏感 說是不是某一些新聞都不太會爆 確實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因為台灣很多媒體 已經特別是電視媒體 已經開始這個 要賣偶像劇到大陸去 到中國去 所以這時候就要 就不要太太兇悍 可是 可是我要說的是 這個網路攻擊媒體的網站 台港媒體網站 這是一個很兇悍的行為 因為過去 攻擊的對象都是企業或政府部門 企業的話可能是要竊取機密 政府部門也是要竊取官方的機密 或者是掌控官方的一些人 可是現在是對媒體 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 如果將來 我不難想像 很多記者報社或電視新聞的主編 被APT攻擊了 他的個資通訊被掌握 甚至隱私 甚至 不太合法的事情被掌握了 這些記者可能就要禁聲 就是說他可能就會 他就要寄個東西給他 我有這個 那他們可能就變乖了 所以 有可能會這樣 搞不好還留著 留在這個報社 那個報社或媒體 但是 他除了自我設限 還幫他收集資料 這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我們現在擔心的是這些事情 好 這些事情有沒有已經發生了 在蘋果被供給的事件裡面 他其實不只 就剛剛兩位先進都有講 不只DOS 還有入侵室的去卸取資料 那 你看得到的可能是伺服器的資料被改 可是你可能沒看到的是他個人的電腦 個人電腦也被被置入後門 那個人電腦可能就有更多個人的隱私 好 所以這個是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辦這個 這個 握草為什麼辦這個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來看 美國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那我們現在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那所以呢 看了一個reference以後 我們就應該知道說 那台灣應該要怎麼面對 才是比較 才是王道 才是正道 好 那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對這一個 呃 呃 幾個事件 過去大概一年的時間 幾個治安事件 做一下回顧 然後看一下他們的關聯性 其實有一些關聯性 然後看美國怎麼調查 跟起訴中國網軍的過程 那這第二部分有一些跟 呃 剛剛兩位提的 有一些 重疊到 重複到 那 呃 第三個 再來我們看 看一下台灣政府現在的作為是什麼 呃 他們 應該有的作為 對照於現在的作為 來看一下 你就知道 就很清楚了 那 那我們 我們應該要 建立三層的治安方線 那 網路的工坊 跟 呃 過貿 過貿 然後 補貿 綁線條 你就把它想像說你在 鎖一個城堡 你在鎖一個城堡 我 我 昨天前天看 跟我兒子在看那個 三百壯士 是 The rise of an empire 不過他 他應該還不能看 因為那是限制級 都在 都噴雪了 不知道各位 有 應該有一些人 特別是男生 應該看過 那個噴雪的效果 好像做得太多了 所以看起來有點像在打電動玩具 那打unlight gap 噴雪那個效果也是做 做得那麼誇張 三百壯士那個噴雪也是做得很誇張 那裡面就在講說 剛剛 剛剛那個Aaron講得很好 有一點我覺得講得蠻好的就是 呃 中國的 中國的網 這個 中國的網民啊 或者是政府 政府跟人民 他們一直都想不通一些事情 沒辦法接受別人的意見 沒辦法 那 我就想到就是 跟那部電影的波斯人很像 波斯人齁 那個是在波斯人跟希臘人在對打 對桿 波斯人想把希臘人幹掉 想把希臘人佔領 那希臘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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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proud 他們去 去 去 這個 建構了一個民主 比較民主自由的機制 OK 所以一個 一個是 比較open-minded的想法 可以接受 比較現代化 應該說比較現代化的想法 一個是比較 這個僵化的 一群 兩個在對抗 其實他 他的故事背後在看 是在講這個 但是當然 那個視覺效果都是在看 所以我就看到說 其實 其實我們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應該要想的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在防守我們的城堡 就像是 希臘人在防守波斯大軍 百萬大軍的工程一樣啊 你只要有正 你是正義的一方 然後你的人是 是夠 夠這個 smart 夠open-minded 夠will-trend 你就可以守得住啊 所以 我們還是要對我們自己有信心啦 那我其實這個信心在學運後更大了 因為看到年輕朋友這個跳出來 這個比例這個比例已經比我當時在念書的時候那個比例高非常多了 就是願意站出來講願意表達 所以我在講的是這個是背後的philosophy的支撐的力量是很大 那足以支撐我們去對抗這個波斯百萬大軍 那我們來看幾個重要的治安事件 相關的自動訓安全的相關 第一個是我們知道左邊 等一下看一下左邊跟右邊有什麼差別 這左邊跟右邊是我們沒有加標題 但是兩個是有差別 左邊是六月服貿前署 八月到十月公聽會 十月的時候爆發檢察總長監聽國會 解廢電話 然後據此跟總統對立法院院長發動政爭 那這個為什麼有關呢 因為他是監聽了 他是用國家的監聽規法 合法的監聽規法做非法的監聽 那三到四月 古貿因為三十秒 而引發學院佔領利 然後 五月 柯台銘 郭台銘 郭台銘 要求採購華為設備 來一七七決定七月 也就是下個月要決定 這個 這到這裡就還沒有定案了 還沒有定案了 前面三 前面的是定案了 現在還沒有定案了 五月 所以華為的設備還不知道 已經供 要供進來 要送我們一匹木馬城市 要送我們一支 一支Trolley Trolley的Trolley Hose Trolley這個城的 要送 送這個Trolley這個城的 一個Trolley Hose 要送進來 看我們要不要吃下來 現在 就像當時Trolley這個Trolley城 裡面的人 也是有很多人在想 要不要收這支木馬 當祝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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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不要吃這個木馬 六月 就是這個月 我剛好去澳洲 那個 NCC修訂了一條 二類 去修二類電信的管理規則 他新增了一個 新增了一個 有危害 國安 資安疑慮之業者 申請規則 就是 有危害 有危害 國安資安的業者 也可以申請 那你要走的規則是這樣 他在訂這個東西 真好笑 就好像徵求管家 有前科則也可以 但是 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有這種道理嗎 有前科當然就不能當管家 OK 他在訂這個 然後 六月 也是這個月 金普通 國安會秘書長 去巡視警政署跟調查局 這是要幹嘛 我覺得就是要擴大監聽 擴大監聽 他可以告我 如果他覺得不是 他可以告我 也是六月 也是六月 就是這個月 初中的時候 英國日報被 被害 被害可 台灣的國安 資安單位沒有 沒有予以譴責 這個 這個在美國 一定譴責 一定跳出來 美國的 這個 總統 或者是 國務卿 一定跳出來簽證 也是在這個六月 要審 這個 臨時會要審 自有經濟區條例 那自有經濟區條例 要開放很多項目 其中一項也是 電信 電信 要開放 在資金區裡面 那我要講的是這兩個 這一個 他訂這個 NCE訂這個 還有 這個臨時會要審 自經區 這裡面也包含 電信業 這兩個叫做 福茂的後門條款 兩個後門條款 雙後門 為什麼 因為 國共聯合現在要 如果福茂 審過不了 審不下去 我就開放這個 我就用這個當後門 自經區的後門很大 因為他包含很多行業 那這一個當然比較小 就只有二類電信 NCC助攻 這個是 主攻 主攻 這是助攻 要把這個後門打開 這不是只有送 木馬城市 木馬 不是只有送我們 特洛伊木馬 這是要送我們兩個特務 把特務送到台灣來 把特務送到台灣來 經營電信業務 你可以想像中國移動 如果變成我們的電信服務商 會不會是怎麼樣 根本是特務在經營電信業 根本是特務在管理你的機法 這個是在進行事 那我們來看對照這邊 這邊就發生了什麼事情 同時間 同時間 去年二月 美國 一家網路安全公司指 指出來說 中國 上海 浦東 這個是 某一棟大樓 是中國網軍的總部 某一個部隊的總部 結果隔天那一棟大樓的人 搬光了 就搬走了 不過這個有夠笨 怎麼可以把這一群人 擊中在一個大樓 這樣很容易被發現 當然要分散 不過顯然他們的網軍 也不太行 等於這種基本的策略面 都沒有想清楚 就很快被發現 去年六月 歐巴馬 剛剛 平安倫也有提到 歐巴馬 在美中高翁會 會見習近平的社會提出來 這個網軍駭客的問題 他把資料彈出來給他看 做我們調查的結果 12月 去年12月 因為資安的爭議 華為宣布 放棄美國市場 放棄美國市場 華為現在是 這一個最大的電信商 剛剛超越了 阿卡特爾和盧森 阿卡特爾和盧森合併 美國和法國的公司合併 那 華為還超過他 那 他放棄美國 因為他久攻不下 久攻不下 因為什麼 因為有資安的疑慮 那可以想像華為在其他國家 很多國家的市場 占有力很高 因為 在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 佔有力非常高 因為什麼 因為便宜 他賣得很便宜 他為什麼賣得很便宜 因為他有國家的 資本的資助 所以他不怕虧本 他為什麼不上市 他為什麼不上市 因為他怕你看到他的 他的資本來源有政府補助 他怕你看到 所以他不敢IPO 他還把他講成 這個政見會接受 短貴的時候還講成說 這個 IPO以後 我們會沒有 沒有像現在這麼有競爭力 我們要保持 不要保持private OK 1月 美國去做一件白目的事情 阻止 除了不讓美國 華為進入美國本土市場 還在1月 阻止韓國採用華為的設備 這夠白目了吧 別國的事情 你去注意 這個 這個韓國的新聞我們看到 那 韓國會不會看到 美國 阻止台灣採 採用華為設備 也會啊 因為過去兩年 過去兩三年 大概三年的時間 我們一直有這個爭議 NCC一直有這個困擾 因為電信業者想要用 因為華為賣得很便宜 他就是想要搶這個市場 所以他賠本賣都沒關係 那很多台灣的電信業就會 就會受不了誘惑啊 想要買 那就會去跟NCC吵啊 那 那你覺得 你覺得美國的國安單位 會不會告訴台灣的國安局 然後台灣的國安局告訴NCC 說 不可以 因為從韓國的歷史我們就看到啊 會啊 他會去做這種白目的事啊 也在今年的一月 英國的政府 開始在拆啊 電信商裡面用的 這個華為的設備 因為他們怎麼樣 他們在去年做的評估報報裡面發現 華為的東西有治安的疑慮 所以他們很後悔當初 允許華為進來 所以他們開始在拆 華為的設備 拆就是不要用了 就犯別家了 這是在英靜的一月 4月 美國國防部 因為網路攻擊的問題就是 就剛剛講歐巴馬這個 說這個網軍的駭科問題 4月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宣布啊 他要擴大網軍的規模 三倍 變成從 兩千人變成六千人 然後在2016年達到 六千人 然後他同時也很白目去告訴你 中國 知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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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美國要做這個動作 去知會中國 我說我網軍 擴大到六千人 為什麼 因為美國希望中國也告訴他 你的網軍到底有多少 然後你 你今年的預算跟明年的預算 有沒有差不多 明年會不會增加很多預算 為什麼 因為他 美國從美蘇的冷戰 學到一件事情 美蘇的冷戰 的過程他學到什麼 只要說資訊要透明 我跟你是敵人 我們兩個可能隨時會 會搭起來 那 我就讓你知道我有多少東西 那我明年 要做什麼事情 我都告訴你 我希望你也告訴我 而且我還可以去拜訪你 你也來拜訪我 我還秀給你看 為什麼 這樣就會達到一個平衡 會達到一個平衡 雙方就會自制 說我知道你有什麼 我如果動了 你也可以把我怎麼樣 所以雙方就會達到一個平衡 所以他從冷戰的過程裡面 他學到這個 資訊要透明 才能夠打 兩兆雙方才能夠達到一個平衡 這個平衡當然叫做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 那這樣的話 比如說安全不透明 我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那我就更想知道你在幹嘛 你也更想知道我在幹嘛 那我會怎麼樣 互相hack 互相hack的行為就會變很多 所以 所以他從這個過程知道 冷戰的過程知道說 最好越透明越好 雙方就不會互相傷害太大 所以他也希望中國告訴他 但是 中國可能還沒有學到這件事 因為 他還是破斯人 還沒有被 被啟發 所以 還不了解 五月 就在上個月 美國司法部 做了更白目的事情 起訴五名中國網軍 在中國網軍在哪裡 在中國 不是在美國 如果說我起訴 這五個人 他們在美國犯案 問題是他們在美國犯案 但是是在中國 從中國 hack到美國 所以這個起訴 越洋起訴 這件事情是very unusual 那你說這樣有屁用 他根本不會抓得到他們 有啊有屁用 就這五個人 就不能離開中國 因為他如果離開中國 到別國 其他國家 大部分都跟美國 有簽訂什麼 引渡條款 他如果跑到韓國去 哇 就 就被抓起來 然後引渡到美國 接受審判 所以 這件事夠白目了吧 其實 這個月 德國一家安全公司 安全業者 就像剛剛 這個 第二位獎者所提的 這個 也是一個安全業者 他說 他們抓到 中國這家公司 手機公司 叫STAR 比較小家的 這家公司 手機有預設 裝好了 預先就裝好 這個後門程式 就在一般的application裡面 預裝好的 裡面這app就已經是 有後門程式 那 剛剛有一位 不知道是同學還是記者問我 那個小米機會不會 因為這個公司可能比較小 他不知道怎麼玩 所以不用這麼粗烈的說法 那如果小米機要玩 我如果是小米機我會怎麼玩 我當然不要在出廠的時候都做 那每一隻都有 我當然是要選定某一些特項 特定對象 然後等到他更新 更新作為系統 或者安裝某些新的軟體的時候 我在植入 我在趁機植入 就是他更新軟體的時候 更新軟體的時候 那 所以呢 這樣你會很難抓到啊 為什麼 你到市面上 隨便找一支小米機有沒有 沒有啊 都沒有問題啊 因為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不是 你找那個sephone 那個人 他 他不是特定人士啊 所以整個 一萬人裡面可能只有五個人 是特定人士 只有這五個人 因為軟體更新被植入了後門 其他人都沒問題啊 所以你要抓得到嗎 很難 這家公司是有夠笨的啊 預先撞了 那當然很容易就被抓到 六月 就是這個前幾天而已 希拉蕊出了一本書啊 叫做什麼 Hot Choices 困難的抉擇 他說 他告訴台灣啊 說你們不要太依賴 中國太深啊 會讓台灣變脆弱 就是 你不要跟波斯人 太依賴他啊 他 就是 烏克蘭 Ukraine 不能太依賴Russia 台灣也不應該太依賴China 那我們現在依賴程度已經加深很多了 OK 那你看他對照起來 這邊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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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在台灣 台灣政府在做的事 這邊是 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政府在做的事情 這邊是在幹嘛 開放 然後甚至助共 這邊是在黨啊 這邊是在黨 把你抓出來 然後說 禁止啊等等 所以看到這兩個差異有多大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世界裡面有三種類型 齁 你想像我是一個城堡 我在守一個城堡 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在那邊互相 互相攻擊 到城外 從城外會互相 射箭過來 或者射砲彈過來 這個叫網路攻擊 網路的攻防 第二線就是 你要東西要進我的城門 那就是貨貿 第三線 你要設 派人進來 開店 經營 設 中聯辦 在香港有中聯辦 台灣這個 這個張什麼軍 張志軍 張志軍 他可能想要來談 在台灣設中聯辦 OK 我就來設這個點 設電信公司 設中聯辦 設電信服務業者 然後做這個 設軟體 這個服務業者 這個就不是 不是特弱櫻木馬而已啊 是什麼 特務啦 從特弱櫻木馬 升級到特務 OK 所以大概是這三種類型 的攻擊 那我們來看 美國 剛剛 這個 呃 兩位都有提到 這個 網路攻擊 兩種 一種就是 阻斷式的 就是 就是 砸電啊 簡單講就是砸電 我就砸你的電 那你做不了生意 可是你也沒有偷我的東西啊 那另外一種是穿透死的 就是我真的入侵了 我入侵你 所以這兩個目的是不一樣 一個是砸電法 你打掛 你打掛 讓你不能開電 另外一種是 竊取跟修改資料 那其實這個有點像是 這個是 炮生龍龍 那這個是 沒有炮生了 就是很安靜 所以這個會產生大量的流量 這個沒有產生大量流量 那在蘋果日報被攻擊裡面 兩種都有 兩種都有 事實上 後者 是一直在發生的 一直在發生 只是蘋果日報 不知道而已啊 只是蘋果日報 這個是 這一陣子在發生的 就是 你不乖 我就把你打掛 讓你不能開電 然後 讓你看 會不會乖一點 可是這個呢 是一直在做的啊 我入侵你 然後去 竊取你的資料 入侵你的伺服器 跟入侵你的 用戶端的電腦 個人電腦 或手機 這是一直在做的 那這個是要幹嘛 這個是 為了要 竊取你的 公司 或 員工 的飲食 那 美國 這一類的 所以這個問題 比較不嚴重 就炸電 你不會一直炸 你就是 炸類的就會回家了嘛 所以頂多炸個幾天 就結束了 現在就結束了 那這個是一直做的 那這種事情要怎麼調查 那剛剛有提到這個 APT的供給 APT的供給是 Advanced Position Thread 這個供給是 複合式的 它把 它把結合幾個東西 它結合幾個東西 來做到這樣的供錢 那 剛剛 Alan也有提到這個 Operation Aurora 他們的調查結果 在2010年 呃 出來 然後說 直指 因為他們有 他們有看到 他們有看到 追查到來源 說 這是中國的網軍 然後事實上是在兩個 中國的大學 圓頭 他說 中國網軍 然後以這種方式 然後攻擊美國高科技公司 32加 在這個 在這個調查裡面 那這種攻擊模式是做哪幾件事 就是 它是特製化的病毒 都是限量版的 那個病毒的程式是限量版的 一般的病毒是 大量的灑 大量的灑 但是他們 這個是限量版的 一支病毒只能用 只能攻擊100個人 最多攻擊100個人 OK 然後 就不能再用了 就要再重新寫一支新的 而且這支新的 不能跟舊的太像 要重寫 所以限量版 那為什麼要限量版 你知道嗎 因為 你如果是 大量的灑了 掃毒管理公司 就可以找得到 sample 就可以找得到病毒 就可以少得到 那如果限量版的 你就很難找得到 一萬個人裡面只有五個人有 那 掃毒管理公司要找到很難啊 所以掃毒管理公司就找不到啊 剛剛Alan不是放了一個 Train Michael放的這個影片嗎 其實Train Michael也找不到 他大部分也找不到 在我們的測試裡面 他大部分也找不到 那為什麼很清楚呢 因為 我以前畢業的學生 去開了一家公司 叫SQ 就是secure的 secure的第一個字母 X X 改成X 改成X XQ 這家公司 那 他們在 四月的時候 被美國一家公司 就是Variant Variant 這家公司把它併購 那在併購之前幾個月 趨勢 是想要買他們 可是趨勢出的價格太低了 所以他沒賣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趨勢沒有這個 沒有辦法偵測apt 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它沒有這個技術 OK 它結合這個客製化的病毒 我剛剛講為什麼要客製化 都是限量版的 第二個是結合這個 這個文件 放在文件跟聯機 為什麼要放在文件 為什麼不放在APP裡面 為什麼不放在程式裡面 它的病毒大部分不是放在程式 放在文件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他想要攻擊這些人 都是上了年紀的 那這些人 像我一樣 不太會去downloadAPP 不太會去裝新的伺服 所以它要hack我們很困難 因為我不去download這些新的伺服 所以它放在程式裡面沒用 可是我們這些人 我們都是document processor 每天在處理很多文件 然後寄來寄去很多文件 所以呢 最好的管道就是藏在 Document裡面 就是你的Word檔 PowerPoint檔 Excel檔 PDF檔也可以藏進去裡面 可是我直接寄這個假檔給你 這種假檔給你 你不會開啊 那怎麼辦 我如果直接寄這種釣魚信給你 你可能不會開啊 那所以剛剛 兩位都有提到 要把那個釣魚信寫得很像一回事 那這樣還沒用 寄的人是你的朋友寄的 你就會開了吧 所以 今天我如果從 你寄來給我 不認識你 我不會開啊 可是我現在認識LN的 LN寄給我 我會開啊 所以要怎麼樣 想辦法上 我的朋友怎麼樣 有人中啊 有人中啊 那他怎麼知道我的朋友 看我的Facebook啊 所以Facebook是一個危險的東西 你會讓別人看到你的朋友是誰 好他看到我100個朋友 他就寄釣魚信給這100個朋友 而且寄的釣魚信是很像這麼一回事 那這一個朋友裡面 會不會有1%的人是笨蛋 要有1%的人笨蛋不難吧 要有1%的人受不了打開不難 如果你要叫100個人打開很難 叫100個人裡面有1個人打開這不難吧 這不難吧 你叫我打開很難 因為是1%的機率 可是叫100個人這樣的人打開 那就成功機會就很大了 所以你就會開了 所以他結合了社群網路 還有什麼 城市漏洞跟後門城市 OK 因為他侵入的時候 他可能 他可能 侵入我的機器以後 我打開了 我點擊了 或者是我打開了 因為從LNG的 所以我打開 我就中了 可是我中了 因為我的資料可能不是藏在我這台筆墊 我重要資料是在我的伺服器啊 或者是我的手機啊裡面 所以呢 他就要去找 進一步的找這些其他城市的漏洞 然後進去又再植入後門城市 所以你看APT的供給大概分成幾個階段 一個是鎖定目標 選定目標 都是特定目標 不是大量的傻的基礎 是限定版的 所以你如果是變成APT的供給對象 那你一定是重要人士 你一定是學運的領袖幹部 你是G0V的幹部 你是沃草的幹部 你會變成對象啊 像我這樣一直在這邊講這些事 我會變對象 然後找到對象就是compromise 去貢獻他 貢獻他就是用釣魚信啊 釣魚信不能亂 就是想辦法不是他G 是叫我的朋友G 叫我朋友G 不是他刻意叫我朋友G 是我朋友本來 Alan本來就要G一個東西給我 他G的時候他趕快跳上車 那個病毒趕快跳上車就給我了 那我一定會開 因為Alan是我的朋友 然後他G的檔案也是我們正在討論的事情 只是多了一個東西 多了一個客製化的病毒 入侵了以後我要盤點啊 我這台電腦 有了什麼東西 這台電腦之外的有什麼東西 比如說 他會發現 我有手機 我還有桌上型電腦 我有辦公室的電腦 所以他會發現 這些 這個叫reconnaissance 盤點啊 他會盤點 他還會側移 Lateral movement 就是 他本來佔據這一台 我可能是用筆電開LNG 我的檔案 但是我這台東西 這台沒有什麼東西 他可能要跳到我的辦公室的電腦 就是他要側移到我的辦公室電腦 然後 打到了辦公室電腦以後 他開始什麼 Data collection 收集資料 Data collection 收集了 然後在外送 剛剛那個Alan放的影片裡面 有一個字 就是 Expiltration 就是外送 往外送 而且外送的時候要 趁亂送 趁亂送 你知道我常常在看我的手機 耗電 我都覺得說 如果 如果我寫手機的病毒程式 我會寫怎麼樣 我收集了用戶的這個資料 可能是他的照片 可能是他的LINE的訊息 等等 我就收集了 對不對 好 那我什麼時候送 我當然要趁亂的時候送出去 要外送的時候要什麼 外送 就是 我正在 這個用戶 就是我正在上網的時候 趕快偷偷的送出去 如果他這個電腦現在沒在動作 我手機沒在動作 當然 我也不能 這個病毒當然 不要送 不要外送 不要趁 不要在 用戶 Idle的時候去送 要等用戶 正在忙著上網的時候 一起送 他就不會發現說 誒我的 因為你會搞不清楚到底 耗電是 因為 因為假設你剛剛是 因為LINE所以耗電 可是事實上 你耗的電比 只有用LINE還要多 還要多 因為他還在送大量的資料 比如說 他在送你的這個 這個 照片等等 我們還說 他量很大 所以 所以更耗電 所以 這個外送也有學問 不然很容易被發現 你如果在那邊放著 然後發現 誒奇怪為什麼 我剛剛沒動 為什麼少了10%的電 那你會說 誒這個有問題 所以當然 你不能寫病毒程式 不能這樣寫 好 那 那為什麼他 他這個計畫 這個Operation Aurora 這個調查 調查案 他會找 他會確認說 是中國 做的 而且他告訴你說 是 台灣 台灣當跳板 就是有好幾 有幾個病毒網頁跟 指令控制中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是設在台灣 設在台灣 然後可以追蹤到 然後從這裡 從台灣的這個電腦上面 所以 當初台灣也有 配合這個調查 配合美國的這個調查團隊 提供他們資料 去調查 可以追蹤到源頭 是中國的兩個大學 所以 媒體就揭曉了 就是 Operation Aurora 裡面的攻擊 的來源是 從中國的兩個大學 來的 後續的手法 大學跟 官學合作 在中國 官跟學合作的 很成功 對不對 竊取了 32家 高科技公司的 機密 後續也發現很多 類似的 攻擊事件 跟團隊 那 有了這個以後 所以 等於說 APT的攻擊模式 怎麼 怎麼 這個 網路安全的事件 怎麼去 Forensic 已經被掌握了 已經被美方掌握了 他可以 他可以做 找到 所以 所以就可以 就可以做見識 這樣這個見識 都很多 動作都是人工的 沒有辦法自動的見識 所以 所以這個要耗費很多的人力 那 剛剛提到的司法部 竊取商業經歷 跨海起訴 這個是跟剛剛 2010年 已經不一樣了 2010年是 32家公司 那後續有很多 從2010到現在 有很多個案子 被查出來 然後 2014的一個重大進展是什麼 重大進展是什麼 找到誰幹的 找到 不是只有找到 喔 來源是 兩個大學 不是 不是找到來源的地方 還找到人 他怎麼找到人 他怎麼找到人 因為 因為 這一些 這幾個網軍 使用同一個VPN Talon 通道 進行攻擊 而且他們也用這個VPN Talon 進入這個 Facebook Twitter 跟Gmail的 帳號 所以他們就 啊 因為這幾家都是什麼 美國公司啊 這幾家美國公司 會不會提供給 美國的調查單位 這些用戶的資料 當然會啊 所以就 就知道是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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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比對一下 就知道是誰了 OK 然後另外一個調查的方式 是美 這個 這個沒有講的 這個 這個報告沒有講的 就是 美國也會用APT啊 美國也會用同樣的方式 對 中國的網軍做APT的攻擊啊 會選定了一些對象 嗯 這些人 可能有嫌疑 然後我就想辦法去 跟他做APT攻擊 做剛剛這些事啊 做剛剛這幾個動作啊 好 那我做了這些事以後 我就會知道說 喔 就是這五個人 也許我剛開始是五十個人喔 鎖定五十個人 後來發現這五個人是 這個 主管啊 我覺得這五個人是主管啊 他也會做這樣啊 那這個調查 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那當然這個 這個起訴了以後 中國政府就否認 並且反控美 美方 剛剛有提過了 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事件啊 這個過程裡面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 就是 就是APT的攻擊 已經不再是一個 unknown的 unknown的 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不知道誰幹的 他怎麼做的 不知道 已經知道了 已經知道了 那 可以追求 追查到元凶啊 甚至追查到 各 某一些人啊 所以美國在做這樣的 這樣去 很積極的去 去Defend 他不是 希臘人被波斯人攻擊的時候 他不是說 後 我們趕快跟他 這個 彈劾啊 投降啊 或者是跟他簽什麼條約啊 或者是 趕快躲起來啊 或者是什麼樣 不是喔 或者趕快挖很多地洞 如果他們來趕快躲起來 不是 他們是怎樣 正面應對喔 正面的去面對喔 你要去正面的面對喔 那有方法可以面對的 就是這些方法 好 三個 三件事 你可以有作為 可是你的作為 不是這樣 第一個 你面對網軍攻擊 你要幹嘛 你要公開譴責啊 這發生在美國 是公開譴責啊 甚至總統直接跟 歐巴馬跟習近平談的時候 直接談出來跟他講啊 跟他講 這些事啊 我掌握 我們調查出來的這些事證 不是 我們是悶不吭聲啊 誰悶不吭聲 主管的機關有幾個 三個 一個是 行政院有一個資安辦 自通訊安全辦公室 在行政院下面 NCC 掌管我們的電信網路 的服務 第三個是 國安局 這三個都沒有講話啊 是誰講話 有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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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政署的 刑事警察局 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 跳出來講話 我要講的是說 網軍有分level啊 有等級的欸 你知道我們最低階的網軍是什麼 就是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的網軍啊 這些網軍是基本上我們是用來調查什麼 你知道 調查刑事案件啊 當然也被拿來 abuse 變成政治蒸法 啊這些人在幹嘛 這些人很簡單啊 如果是網路的 就是 就是跟電信業者 要IP address 來源的IP address 是誰 然後跟網站 要帳號啊 跟他的通聯記錄啊 跟電信業者也是要通聯記錄 然後跟網站要 呃 這個帳號 然後訊息 各自等等 欸這要這些東西 需要很高階的技術嗎 沒有啊 這些網軍大概只比我們一般的用戶 用電腦的用戶 稍微懂多一點點而已 沒有懂非常多 沒有懂很多 所以他們是算低階的網軍啊 那是專門會 欸 他只能 只能算國民兵啦 簡單講只能算國民兵 只能抓 抓喔 國內的壞人 這樣子 但是 第二階的 第二階的網軍是什麼 高階的網軍是什麼 高階的網軍在台灣還是在國安局啦 國安局有配備 那個剛剛 剛剛有講就是說這個 呃 有 有付錢的跟沒有付錢的 有 有正式編制跟非正式編制 那國安局那個是正式編制 可是它的規模很小 那些人齁 那些人齁 才有能力去做剛剛講說那個APG的那些建設 才有一點機會啦 他們也在做APG的攻擊 他們也在做 可是 他們規模太小了 我剛剛講美國現在是兩 這種高階的網軍大概兩千人 美國 我剛剛講的一個數字 高階網軍兩千人 它 到2016年要變成六千人 那中國那邊不知道多少人 因為美國那個兩千人到六千人 是他自己講的齁 那台灣的高階網軍有多少 當然 美國很大 台灣很小 那美國人口大概是台灣的十倍多一點 十幾倍 那你把它數以十幾倍齁 那也至少一百多人 兩千人被一百多人 那有沒有一百多人 我覺得 這種登記的網軍 可能沒有 沒有到那麼多 只有幾個組 然後 幾隻小貓這樣 因為你必須要能夠做這些事情 你不是只有查IP address 然後調通聯 調這個 帳號的訊息等等 不是啊 不是這樣而已 你要做剛剛那些建設 所以第一個要公開譴責 不是悶不可能 第二個是要成立專案調查 然後比照美國 就是 美國他也不是 他在調查團隊也不是只有 政府部門的人 不是政府部門的人 在調查而已 這個部門 因為他 因為 你說叫NCC調查 NCC裡面假設有工程背景的人 做了十年以後大概也泡湯了 他已經不太懂工程了 技術已經忘記了 所以 必須要結合什麼 像Alan 這樣的背景 才能夠 來 比如說前面兩位講者的背景 以及結合這個 學術界 像我有做一部分這些研究 才能夠查得出水落石出 第三個應該要擴充高階網軍 可是我們不是啊 我們在幹嘛 你覺得我們在幹嘛 前一陣子不是這樣 講說叫 刑事警察局的這些幹員要幹嘛 我忘記他們用什麼詞 就是要 事實 事實影響民意 還是什麼 事實 改變輿論 就是 那個叫低階網軍 就是去 就是剛剛兩位 Alan有講的 就是 中國 中國網軍 低階網軍也會做的事啊 就是去 就是去 吵 吵一個話題 在網站上吵一個話題 然後再弄另外一個帳號 再去罵他 然後就把焦點轉移了 等等 這種操作 這是網路操控 網路的輿論的操控 我們在做這些 那另外還有一個低階的是什麼 監聽啊 監聽是高階嗎 不是啊 因為監聽只要有設備就可以監聽了 那以前我在一些地方講 RFC3924 如果已經Google一下 RFC3924這個標準 這個就是一個監聽設備的標準 全世界 有做監聽的政府 都有買這個設備 這一種設備 這只要低階網軍就可以做了 就是我剛剛講 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 他們有監聽機房 他們也有低階網軍 他們就可以做這些事了 他們就可以做這些事了 我們再擴充這一些 我們叫那些 不太會的 不是資訊背景的 但是會上網的 叫幹員 去網路上面抄 影響一下輿論走向 我們在做這些 我們在做這些 大家在做這些 我之前有講過 我們anytime被監聽的人是3萬 可是這個數字3萬 其實是馬總統第一任的時候 你覺得現在會怎樣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6萬 為什麼 因為金普衝去做這個國安會秘書長的時候 就會讓這個數字Double OK 第二個防線就是貨帽 在美國跟其他國家是做什麼 設備設限 你設備要 華為的設備不能 在基礎建設不能用 你說華為的手機就算了 你去買華為的手機就影響個人 那是你個人的選擇 你不買iPhone 你不買HTC 你不買Samsung 你喜歡華為的 那就去買 但是你個人 你放在這個機房裡面 或者基地台 那個就是基礎建設 那是影響一狗票的人 那 這個當然要設限 所以 那服務呢 當然就是要 境外 把它擋在境 主角在境外 可是我們政府在幹嘛 我們現在講這個貨帽 華為的這東西 我至少聽到好幾個版本 第一個 科技部的部長 張善政 想說這個會有治安的問題 然後 這個 NCC說什麼 這個要交給國安局決定 他不決定 這跟問那個 去年十月 立法院監聽 那個結會電話的時候 NCC也被叫去問 然後問說 問NCC說 這個可不可以被 結會電話可不可以監聽 NCC的偉達是不知道 可是他是監聽設備 RFC3924這個監聽設備的 這個 驗收單位 他化壓了 竟然他說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監聽 一樣 他現在也是在裝傻 不知道 然後 NCC有一個新的委員說 這個應該要進 欸 這個新的委員 比那個 現有的委員 還有大值 然後呢 現在不知道 這個到底會不會 7月就會看到了 所以7月如果真的 讓拖羅衣木馬進來 各位 那個都要跳出來 我一定跳出來 那各位也要跳出來 希望不會這樣 那境外服務 服務境外 這個 可是呢 他沒有在做這件事 沒有把他擋在境外 他是要把他拉進來 這是幹嘛 他做了兩件事 剛剛我講兩件事 一個是 至京區 它是單向的服貿後門條款 裡面包含電信業的開放 另外一個是 NCC很白目的去修這個 就是 他的條文 你看了會傻眼啊 就是 有危害國安與治安一律之業者 申請二類電信之規則 這個是我照片他寫的那個 寫出來的喔 這不是在告訴人家說 我要徵管家 然後有錢客人也可以 但是 規則比較麻煩一點 這樣 怎麼可能 這寫在一個 NCC官方的網頁喔 你可以查得到的喔 那我說這個 NCC哪一個人寫的 你可以把它拖出去槍斃 怎麼這種白癡啊 寫這種東西啊 那這個什麼 他在助攻啊 這兩個都是助攻啊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他不care 這個他也不care 因為怎麼樣 兵臨城下最快啊 直接送特務進來最快啊 直接進來開店最快啊 所以他最 就是說 國民黨政權啊 最care這一條 他其實最care福茂 他希望 就是怎樣 因為 直接就可以 直接就可以 掌握 一堆喔 所以這是兩個助攻 最後總結就是 我們要建構這三個防線 我們要去擴充網軍的指跟量 不是只有量 也不是只有指 那這個危害就像炮彈跟無人機 這個 那我們要對設備射線 防止這個特羅密 華為這種 可能是特羅密密密碼的設備進來 服務境外 我們要避免這個 合法的特務進來 然後變成我們的電信機房 如果讓中國移動進來 現在我們就會變雙監聽了 各位 我們現在監聽機房 在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 然後 每年至少三萬到六萬 那如果我們讓華為 不是華為 中國移動進來 取代比如說遠船 或者是併購遠船 或者是承包外包 遠船外包給他 都一樣的效果 就是我們的電信機房也會被 直接在電信機房監聽 那你說 遠船為什麼不監聽 遠船也可以啊 沒錯他也可以 可是他有沒有動機要監聽 沒有啊 我以前講過就是 只有遠船的工程師 遠船的工程師 可能只會想聽他的女朋友 偷聽他的女朋友 他不會想聽我的啊 因為我跟他沒有利益的關係啊 可是今天如果這個遠船 換成中國移動 他就會想要聽我的啊 還有聽一堆人的啊 聽這個G0 VR跟 臥草所有的人啊 還有參加臥草的研討會的人 所以 所以 就變成很有趣的 不能說很有趣 很 很 很可悲的 雙艦艇啊 OK好 那我想我的介紹到這裡 就是 我想 我們把這個防線建起來 然後讓我們的網路更安全 然後當然也讓我們的媒體 這讓我們今天重點應該是媒體 讓我們媒體更 更面臨這種 呃 被 施壓的對象 好 謝謝